感谢主 前段时间的劳工节特会 很多的山谷的弟兄到了母堂 我们一同来敬拜 我们一同经历圣灵在山上的工作 我们都有特别多的得着 特别是我们一个劳工节的信息 相信很多弟兄姐妹 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期待 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激励我们 我们要活在一个持续的蜕变的里面 然后我们要有不断往前的突破 但是我也想让大家来思考这样一个情形 但凡我们有一些属灵经历的弟兄姐妹 那常常呢 我们有一个高山上的 山上的跟祖的一个相遇 一个复兴的工作 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下了山来 我们面对实际的情形 我们来持守这样的圣灵的感动 不断地活在这个变化的里面 往往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思考这个题目 那么我们经历了一个大能的主 复兴的主的工作 那我们该如何的能够持守 如何的能够纪念主 让我们所经历的 让我们不再重蹈以前 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这样的辅折 那今天我们会根据约束亚记四章五章的内容呢 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 约旦河的石头 还有吉甲的刀 主题经文在约束亚记四章和五章 那四章呢 他就讲到 当第三章神分开了约旦河 那么百姓进都过去之后 约束亚吩咐百姓 也是神吩咐约束亚所做的 让他们从当时河水分开的时候 祭司他们扛台约柜 站在当中 让那个水一直分开 百姓都要过去 那么呢 让十二个支派 每个支派派一个领袖 派一个代表 他们从祭司在河底所站的那个位置 每一个代表 他要捡一块石头 一共捡出了十二块石头 象征着十二个支派 那么把它带出约旦河 那么放在了吉甲 就是他们过了河 他们安营的地方 那么立在那里 作为一个纪念 这讲到约旦河的石头 然后第五章呢 就讲到呢 在那个时候 神好像非常出人意外的 突然说 你们要割礼 让约束亚预备伙食刀 为这所有的南丁来割礼 这是非常不合常理的一件事情 一会我们会分享 所以呢我们 第五章呢 会侧重讲到这个 吉甲的刀 当然第五章 还有其他几个故事 还有纪念逾约节呀 约束亚在那里 遇到神的使者 拔出刀来呀 这样的一个信息 所以这是四章 和五章的经文 那这些经文比较长 我们在这里不读 但一会儿呢 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这些要点 要节我们会有一点分享 那我们看 今天的背诵经文 这时候我们一起看一下 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 还有十二节 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 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 肉体情欲的割礼 你们既受洗 与他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 都因信 那叫他从死里复活 神的功用 阿们 为什么我们讲今天这段经文 我们知道约瑟雅记呢 第三章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神分开了约旦河 那我们也知道 约瑟雅记的第六章 也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小孩子都知道 那么要成 耶利哥成七次 让成倒塌 那四章五章呢 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把它给忽略了 我们就因为三章和六章 太重要了 太帮助我们了 但实际上呢 恰恰这四章五章的一些内容 让我们看到了 很有可能 换句话说 是一个新的一代百姓 他没有重复他父辈 那个失败的原因所在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两代人 他们非常的相似 都是神在带领他们 那么神带领第一代百姓 神通过摩西带领他们 他们出埃及 然后到了红海那里 没有去路 那么神把红海分开 百姓呢 在红海的海里 他们走干地 他们也非常的高兴 也经历了神大能的工作 他们过了红海 他们甚至唱歌 摩西写了歌 她的姐姐米利安写歌 百姓都唱这首歌 但是呢 过了三天的时间 他们往前走 就没有水 水是苦的 他们就抱怨 那么神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行了多少次神迹 他们在旷野就抱怨了多少次 那么以至于呢 这一代人 他因为抱怨 因为悖逆 神应许他们要进入迦南 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抱怨和悖逆 他们没能得到这个祝福 他们不得不在旷野 在那里来绕行 绕行了四十年 直到这一代人都倒闭在那里 但是我们看到呢 新的一代 约书亚带领着新的一代的百姓 他们继续往前的时候 他们前面是越旦河的拦阻 然后非常的类似 神与他的大能 分开了越旦河水 这新一代人 他们也像他们父亲 父亲的一代 经历红海那样的活神的工作一样 他们看到永生神是在他们中间 他们自己也经历了 这个水分开 他们也过去了 但是如果我们看 约书雅记 和这个初埃及记 和民书记 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初埃及记和民书记里面 百姓太多的抱怨 他们过红海 那么高兴 那么看到神大能的工作 唱诗歌 法老和法老的居民 全都被埋葬啊等等 但是他们马上就忘记 然后呢就抱怨 就倒闭在那里 但是约书雅记 我们看 百姓是有失败的时候 他们有的时候 他们尽人的努力 对吧 他们不想上当被欺骗人 还是 他们没有求问神 他们上当 那么因为亚干的一个贪恋 贪恋这个财物 那么他们也有爱情的失败 但是你就看到 他们虽然遭遇各种难处 偶尔有失败 但是这一代的百姓 从来没有抱怨过 在约书雅记里面 百姓没有在抱怨过 而且那么多的征战 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战事 从来没有走过的路 他们都是顺从地往前来走 然后那么多的敌人 那么多的亡 但是他们都靠着神 把他们打败 他们打下了迦南 他们得那地为业 所以约书雅记 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 这一个新的一代的百姓 跟上一代 他们极大的不同 为什么讲这个不同呢 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我们也常常经历神的工作 我们也亲自看到神 在我们生命里面 做了何等的大事 在我身边弟兄姐妹身上 教会里面 做了神迹奇事 我们那个时候都说 神真的是真的 我要一生来跟随他 永远走这样的道路 但是当我们经过了这些事情 然后面对不断地 挑战难处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我们自己还容易 落在那种下沉的灵里面 然后不能够持守 永远往前得胜的 这样的一个见证 所以我们要突破这些光景 我们就圣经里面 我们来找这些 能够突破的这样的依据 这样的榜样 这样的道路 那我想我们带着 这样的一个寻求的话 那今天这个对比 会让我们也想象 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那样子 那不再落入抱怨 怀疑的里面 能够一直地往前 那我们也特别说一下 当百姓上一代人 过了红海三天之内 他们就把分开红海的神给忘了 他们就抱怨了 那这一代的百姓 他过了约旦河之后 这三天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他们从约旦河里面 拿出了石头 他们在吉甲 他们一落脚的地方就行了隔离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两个故事 我们有一点分享 首先看从约旦河里面 取出的这十二块石头 这个石头呢 如果大家来思想的话 真的是有很多属灵的含义 非常值得我们来效法 我们来寻求 我们也来得着 但是这个解释的话呢 那最好的解释就是经文本身 这些石头为什么要取出来 就是为了纪念 我们看一下四章一节到七节 这里面我摘录了几处 大家可以看屏幕 四章一节 国民尽抖过了约旦河 耶和华就对约旦河说 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 吩咐他们说 你们从这里 从约旦河中 祭司脚站定的地方 取十二块石头 带过去 放在你们今夜 要住宿的地方 那么于是呢 约旦河就从以色列的人中 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下到河中 过到耶和华 你们神的约会前头 按照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树木 每人取一块石头 扛在你们的肩上 那么这些石头 在你们中间 可以作为证据 日后你们的子孙 问你们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对他们说 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 在耶和华的约会前断绝 约会过约旦河的时候 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 然后呢 这些石头 要做以色列人 永远的纪念 这些石头 要做以色列人 永远的纪念 所以经文写得 非常非常清楚 那么这些石头呢 用作纪念 用作以色列人中 不仅仅是他们 当时的纪念 而且神要的是 永远的纪念 那这一章的末尾 我们再看屏幕 和大家手中的提纲 那么又再次提到了 这个纪念的事情 你们从约旦河中 取出来的那十二块石头 约书亚就立在吉甲 他们取出来的这个十二块石头 约书亚立在吉甲 对以色列人说 日后你们的子孙 问他们的父亲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告诉他们说 以色列人曾走干地 过这约旦河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在你们前面 使约旦河的水干了 等着你们过来 就如耶和华 你们的神 从前在我们前面 使红海干了 等着我们过来一样 二十四节 要是地上万民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也要使你们 永远敬畏 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你看这么多的经文 都讲到 要做一个纪念 要纪念 神是分开了 约旦河的神 神是在你们面前 在你们亲眼 亲神经历的这个时候 分开了这个河 你们对神的这个经历 要用作永远的纪念 那么这个经历呢 神也自己在比较了 跟当时你们的父亲 过红海是一样的 但是呢 那一代人 他们没有纪念号 他们忘记了 所以他们倒闭在旷野 但是呢 从现在开始 我再一次地让你们知道 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 为什么神要分开约旦河呢 约旦 约旦亚第三章 神对约旦亚和百姓这样说 那么你们要按照祭司的带领 那么把脚放在约旦河的水中 就叫你们知道 你们中间有永生神 所以呢 神分开约旦河 就是对百姓的一个教育 你们的神 不是你们父亲的神 不是你们概念的神 你们的神是一个真实的 活在你们中间的神 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 永生神就是活神 在你们中间 在我们中间 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这样的神 神是愿意给你我 给他的教会 都行这样的一个工作 让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的神不仅仅是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是圣经的神 是历代先生的神 他也是我们的神 在我们中间 有这样的活神 所以呢 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 当你有这样的经历 马上就要预备做纪念 你看百姓还没有过完 对吧 祭司还站在水中 神就告诉我 就是说呀 现在让每个支派 派一个代表 就从神迹的现场 从这个神迹的之中 你要开始预备纪念 所以呢 你看到一个神的用心 对百姓的一个特别的教育 我们经历了神的工作 马上要有一个纪念 这个纪念就是为了 让我们能够一直活在 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信心的里面 在我们往前的时候 不至于三天就把活神给忘了 那这里面呢 又有一点非常非常的触动我们 把这个石头拿出来做纪念 但是放在什么位置呢 放在什么位置呢 大家有没有想一想 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 对吧 把这些石头放在你们 今夜要住宿的地方 换句话说 后面提到的就是吉甲 他们的吉甲安营 在那里历史伪念 那么神特别提了一句话 你们在这个约旦河水开了 你们经历神迹 看到了活神的时候 你们要在这个神 工作的现场 拿着十二块石头 放在今天 因为你过了河 这个地方 你们要睡觉的地方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 我们前段时间 在母堂分享了一个故事 当时的雅各 对吧 他要见他的哥哥已少了 他在雅伯渡口 他在那里 他睡不着觉 为什么睡不着觉呢 因为想一想 明天他的仇敌 他的哥哥就来了 带着四百个人 可能要报仇 那明天我可能就有生命危险 所以他就睡不着觉 没有平安 当然我们感谢主 他跟神摔跤 他得了这个 从神来的力量 他抓住了神 但是这就讲到呢 我们过信仰生活 我们是面对仇敌的 我们是面对难处的 我们是有征战的 我们有征战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平安 我们没有平安的话 我们不能睡觉 对吧 越不能睡觉 越被那种 优思反律惧怕所抓住 最近我也是经历 一些情形 我就发现有非常 一个普遍的事情 当我们有弟兄姐妹 好像有一段时间 情绪低落的时候 换句话说 有depression 有这种抑郁的时候 好像有个共同点 就是呢 他们都睡不好觉 当你越睡不好觉的时候 你越没有平安 第二天的情形就越糟糕 所以呢 神知道百姓 他们过了约旦河 前面是谁呀 耶利哥 耶利哥是什么呀 是第一个仇敌的中心 一个大城 那个城墙高耸入云 对吧 非常强大的敌人 有非常好的这样的装备 那么面对这样的仇敌 以色列是 他们手上也没有什么 像样的兵器 他们靠人的办法 没有办法来 应付迦南地 所有的仇敌 那么何况再往前 就有亚马利人 就有这个 还有亚纳族人 这些巨人 所以你想一想 加南地是美地 然后 但是呢 必定有约旦河 今天你过了约旦河 你没有退路了 然后前面都是仇敌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 能睡觉吗 所以呢 神让他们 精力地分开 这个约旦河的时候 把石头拿出来 知道你的神 带领你来 往前的神 是能够掌管一切环境的神 是能够胜过所有仇敌的神 你看这些仇敌 看耶利哥 看这个迦南 你就觉得自己 没有办法征服 反而自己只能 被人家给吞灭 那你就不能够往前 甚至被惧怕抓住 但是如果你能够 不看这些仇敌 看石头 看能够 神分开了约旦河 我们拿出石头 这是真真实实的 我们纪念我们的神的时候 我们有那个 出人意外的平安 所以呢 我们要常常 有这样的一个纪念 为的是让我们 能够把信心 不看环境 不看敌人 不看难求 我们当注目我们的神 知道我们的平安和力量 还有得胜 是从我们的神来的 那我们如果再有 优思凡旅 再睡不着觉的时候 我们要找一找 我们的石头在哪里 我们有没有 这个用作纪念 永生神的 这样的石头 所以呢 这就讲到 我们要有 自己经历神的 一个纪念 当你什么时候 经历了神 一定要有一个纪念 要不的话呢 你就还会说 再让我经历一次吧 要不的话 我的神就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你经历了很多次 都没有纪念 然后我的信心 一直不能成长 遇到敌人 就惧怕 但是呢 当我们 真的有了我自己 对神的经历的纪念 那我们的信心 就越来越成长 我们就越来越有平安 我们就能够像 新的一代的百姓那样 在大离当前 在吉甲那里 他们能够安稳入睡 他们不用惧怕 他们争战 那么完全能够得胜 圣经里面呢 我们读这个圣经 有太多太多 他们一经历神 就纪念的 我们知道 亚伯拉罕的一个伟大 他一个非常软弱的地方 我们今天不讲 但是呢 他有一个好处 神对他一说话 他就住一座坛 神一说话就住坛 对吧 他就纪念 哇 神对我说了 让我成为大族 神对我说了 让我应该怎么样 他就不停地来住坛 那到后来呢 他就种垂丝柳 就更加地住在神的里面 他一直纪念神 给他的应许 那么如果你不住坛的话 你很容易忘了 但是呢 神一说 你要成为一个大族 那个世上的万族 要因你得福 那么他就住坛之后 他每次一看到坛 当天神对我在那里 这个地方对我说话了 说了什么话 你就一直能够活在 这个心情的里面 所以亚伯拉罕住坛 那么雅各呢 他是累柱子 神一显现 他就建一个柱子 那么我们也知道 那个摩西大卫 他们就会唱歌 他们一有经历神 他就唱歌 那么大卫呢 更加让我们感动 他得胜的时候 他唱了很多的歌 他歌的前面都写 在什么时候 他做了这个歌 那个时候 他怎么样经历了神 那么他犯罪 他悔改的时候 他得到了赦罪 他也做歌 所以他写下了 非常著名的诗篇 五十一篇 大卫的悔改诗 所以他经历了神 他就把他记下来 那圣经里面呢 也有个信心篇 希伯来书十一章 讲到了所有 圣经人物 他们的信心的故事 都是用作纪念 那么这些人 是什么呢 如同云彩一样 环绕着我们 只要我们知道 我们所信的神 就是他们所信的神 那么神在他们身上 做了那么多 像云彩一样 真实的工作 那么今天 我们就能够仰望 为我们的信心 创始成功的耶稣 我们就能够 不断地往前 那这里面 也特别地提到 我们自己 要有自己的纪念 所以我特别爱读 属灵伟人的传记 我每次读 属灵伟人的传记 我就看到 他们的经历 是真实的 他们把这些记载下来 真的不是为了 好像他自己 多么地特别 乃是为了 他自己能够荣耀神 让他的儿女 他身边的人 也同得激励 先知 我们的神的仆人 宋尚杰博士呢 他就读很多 属灵的伟人的传记 他每读一处 他看到一个人 经历了神 他就在那里批注 他说原来这个人 也这样经历了神 原来那个人 也这样经历了神 因此他的结论是 我也可以这样经历 所以我们要 常常看到圣经 怎样对神的纪念 看到那些 有经历的 得胜的神的仆人 他们对神 怎样的纪念 那么我们自己 也要有自己的纪念 所以当我们 某一次祷告 你在那里祷告 有一个极大的难处 神给了你一句话 后来一文那句话 你就得胜了 那么你就把那句话 一定要记下来 一定要记下来 作为你经历了神的 一个石头 知道吗 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那你该记的东西呢 我们往往记不住 不该记的 我们怎么也忘不了 我一会儿我会讲 怎么要把这些 不该记的 我们要把它除去 别人怎么样得罪你 是吧 怎么样在哪里受伤 什么地方失败 你就看到这种伤痕 常常成为一个苦毒 在我们的里面 怎么也出不去 但是我们经历了神 神一次次地帮助我们 但我们竟然一次次地 把祂会忘记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仇敌的蒙蔽 因为你记住了神 你就会得胜的 所以为了让我们 不再被仇敌蒙蔽 一定要有自己的纪念 一定要有自己经历了神 而立起来的石头 那我在前几年一段时间 在非洲福祉的时候 我觉得每天都要靠信心生活 就那段时间 非常非常的警醒 因为每到一个村庄 每到一个地方 你不知道前面那里 有什么巫医 有那些行巫术的人 有什么样的一个难处 环境的 或者是各方面的难处 在那里 所以呢就要常常地来 来纪念我们神的工作 所以当时呢 我手中有一本圣经 那这本圣经 后面有几个空白的页面 那么在每一处 我经历了神 在一个大的征战的里面 我突然看到了神的工作 神就感动我 把他记下来 某年某月某日 在什么地方 遇到了什么事情 神怎样帮助了我 所以呢以后我就看到 我那几页很快就写满了 写满了之后 我再去旅行的 宣教旅行的时候 再去外出服饰的时候 那我就常常会翻那些 之前所记下来的 然后就常常 哇神那么真实 然后里面就满了感动 满了往前的信心和力量 那这本圣经 如果我不常看的话 真的就很容易把那些事情 就忘记了 但是现在偶尔把这本圣经 拿起来再翻看一下 哇就能想起了当时 那么真实的 一次式的经历了我们的神 所以我真的是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要以自己的办法 那么要有一个 你经历神的纪念 所以很多教会的 属灵的长辈 都鼓励我们写一些所感 不仅仅是我们周五 我们要反馈 把它记下来 记在你的本子上面 这句话怎么能感动你 这次特会里面 神有怎么样一个特别的工作 让你生命有了翻转 所以要把这些常常记下来 而且要常常去看 你记下来不看也没有用 所以约旦河的石头 要放在你睡觉的地方 放在你实际生活 你需要依靠来得胜的地方 所以这是讲到 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纪念 那我们教会呢 新人常常会看我们建堂之路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 神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的 神是对这个教会有托付的 神是在这个教会里面 行了神迹和歧视的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继续地 来在这条路上 能够往前走 继续地经历我们的神 那讲到这个纪念呢 我想我们就可以留给大家 找自己的办法 或者也找自己的石头 那我有一位牧师呢 他经历了神 他有一次跟神吵架 他觉得他就不想再服侍了 太受委屈了 在一个沿东 他骑着自行车 跑出了北京城 跑到了郊区 在大声跟神来那个吵架 然后后来呢 他被神大大的安慰 他感动 他就在河边 捡了几块儿卵石 他就感觉 那是真实的 是神呼绕了他 他就委身神 他说我在遇到什么事情 我也不再这样子 想要逃避了 他说他把那个石头 就一直带到他的书桌上面 他搬了很多次家 现在也在南加州服侍 他说呢 那个石头一直是 在他的书桌上面 他要纪念 神给他的这个感动和呼召 所以呢 大家要有自己的办法 可能我们中间有书房好的 把你的经历写下来 哪句经文挂在你的墙上 然后有什么经历的 什么地方的 我想捡石头是最好的 所以我自己也常常 在经历神的地方来捡石头 所以不管怎么样 有自己的纪念 那这十二块石头呢 我非常快地提一点 还有更深的一个含义 这也是我们特会的主题 或者换句话说 是我们教会的感动 我们所一直所分享和教导的 就是呢 我们的信心是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我们看到在祭司脚踏的那个河底 取出了十二块石头 拿了出来 用作他们的纪念 但是呢第九节的地方 约书亚第四章的第九节 有这么一句话 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 立在约然河中 在台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 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 知道吗 约然河水分开的时候 他们不仅仅取出了十二块石头 每支派一块代表所有的 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还把十二块河 东岸的石头 把他们放在了河底 所以呢当祭司出来的时候 百姓过了约旦河的时候 那十二块石头怎么样呢 就永远地 埋在了河底 直到今日 所以呢这就让我们看到 我们过了河 是有一个生命的替代的 我们的老我 已经与主同定十架 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了 把那个己永远要留在那里 不要带着那个己生命 来有掺杂地跟随我们的主 而是呢在经历神的地方 得到了从神来的生命 你要活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 你要出来 然后靠着这个新的生命 来生活 来服侍 来追求主 所以这一点 真的就是新约的一个成就 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 宾路易师母 对这块有特别深的一个解释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宾路易师母 所写的关于迦南的 这些征战的 这样的他的小册子 非常非常的 给我们属灵的开启 所以呢 罗马书六章四节和五节 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是借着洗礼归入死 叫我们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第十一节 这样你们向罪也当 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当看自己是活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实行 那么知道自己已经与主同定 实价了 我们经历了神 过了约旦河 我们的老我就已经永远与主同定了 那么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新造的里面 我们是活在一个新的信心 和从基督得到新的灵的里面 所以让我们知道基督生命的一个替代 好 那下面我们把这个十二块石头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自己的办法来纪念 我们就来往下看 我们看吉甲的刀 我们读一下经文 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九节 我们选几处来读 那时耶和华吩咐 约书亚说 你制造火石刀 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因为这一代人呢 都是旷野出生的 他们一直还没有受这个割礼 第八节呢 国民都受完了割礼 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 等到痊愈了 约书亚 神对约书亚说 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 从你们身上滚去了 因此那地方叫做吉甲 直到今日 好 我们感谢主 这就讲到呢 在吉甲行割礼 讲到了吉甲有这把刀 有一个特别的工作 那对于这个割礼呢 大家那个 在旧约里面也非常多的提到 特别是从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开始 神就跟他有割礼的这个约 让他呢 与世界完全的分别 让他呢 可以承受这个应许 那么以色列的男丁 都要行割礼 这个割礼呢 虽然在今天看来 是个小手术 但是在那个旧约的时代 也特别是成人行割礼 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 那圣经里面有一段故事 那特别是呢 创世纪三十四章 那这一章里面呢 讲到呢 当时雅各家 他们到了事件 雅各呢 有一个女儿叫底拿 那么事件呢 这个首领哈玛的儿子 叫做事件 他就看上了 雅各的这个女儿 他没有想 就正常的来娶她 而是呢 玷污了她 那玷污她之后 他又说 我要愿意跟你来娶她 然后呢 我们来通婚 我们来有和好 但是呢 这个雅各的两个 雅各的孩子们特别生气 特别是有两个儿子 西缅还有利未 这个二儿子和三儿子 那么他们就想为 这个妹妹来报仇 那么他们就骗这些事件人 你们跟我们通婚也可以 但是呢 我们以色列人呢 我们都要行隔离的 除非你们先行了隔离 那么你们就可以娶我们的女子 我们也可以娶你们的女子 那么这个事件和这个事件的 所有的百姓 他们一听 这是好事 他们的男子都行了隔离 行了隔离 圣经讲到第三天 当他们正痛的时候 还没有恢复的时候 那么这个西缅和利未两个人 他们就拿着箭进了事件城 怎么样呢 就把他们所有的男丁 全杀掉了 你看到吗 这个事件的一个大城 那么多的人 但是当他们行了隔离 他们就 他就只能躺在那里养伤 他就没有任何的战斗力 对吧 两个以色列的人 这个两个儿子 就把事件的男丁全杀掉了 那么今天我们看一看 在这个吉甲这个戈里的背景 那么他们刚刚过了河 那么河的对岸 他们是对着伊利哥来过河的 他们在吉甲安营 实际上就在伊利哥的城下 那么伊利哥人实际上 知道以色列百姓过河是为什么的 对吧 这个借着这个拿河的话 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以色列是要得迦南的 那么他们肯定不想束手就勤 他们肯定要拼死挣扎 况且他们还是有自己人的力量 那么如果用我们人的办法来看 那么你大军当前 但是突然他们没有直接进攻 他们在那里扎营 扎营之后呢 自己割礼 失去了战斗力 躺在那里动不了 那是不是一个好时机呢 对吧 用我们人的想法 哇 这不是自己把自己的长处 自己的力量给废去了吗 这非常非常不合人的常理 为什么要征战的时候来割礼 以后割礼不行吗 这么把家长打下来再割礼不行吗 或者是得了伊利哥 我们把城墙围起来 我们可以在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我们不被敌人搅扰我们来割礼 好不好呢 但是为什么这里面圣经讲 那时 那时耶和华吩咐 尤世雅说你要给百姓行割礼 那时就是刚刚过了越南河 经历了神的工作 那时又是在仇敌的面前 伊利哥的城下 大敌当前非常紧急和危难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来割礼 所以这个时候来行割礼 唯一的一个解释就是 这个割礼在神的眼中 何能地重要 在百姓行割礼 比得伊利哥 比去征战还要重要 我们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有的时候我们也爱主 我们为主发热心 我们想要来为主做大事 我们想要往前 对吗 我们想要打伊利哥 我们想要靠主来挑战 但是神却说 等一等等一等 对吧 你不要急 看看看看你身上 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对付 你又没有割礼 所以这就是神的一个心意 祂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急 但是神让我们看到 比我们为主来发热心 更急的一件事情 我们的神 祂让我们行割礼 祂让我们分别 祂让我们捷径 那这里面讲到一个割礼的 最重要的一个意义 这个神对约瑟雅和百姓所说的 要把今日 你做了割礼这个事情之后 我今日将埃迪的羞辱 从你们身上要滚去 阿们 这个五章九节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的神 祂比起我们征战 我们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得胜的基督徒 我们为教会来服侍 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祂要让我们看看 我们身上还有没有 埃及的耻辱 这个埃及的耻辱 有没有滚去 那么什么是埃及的耻辱呢 什么是埃及的 这样的一个羞辱呢 什么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所以我觉得大家好好的思想 我真的觉得这句话 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就能够晓得的 真的需要圣灵的开启 我想每个人 可能有不同的领受 那我这里会尝试地 来提几点 尝试地用圣经解释一下 我们来参考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 哥罗西书呢 提到一句话 他讲到什么是割礼 他说你们在他里面 我们信主的人 在基督里面 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乃是基督使我们 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所以我们割礼 要割去什么呢 要割去肉体的情欲 是行在我们心里面的 是让我们不再被罪所捆绑 所以埃及的这样的羞辱 那么常常是因为 我们的罪 我们的不自由 我们今天虽然在基督 耶稣里面 我们是新造的人了 但是我们肉体的 他的就着一个事实来说 他已经死了 与主同定了 那就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说 他的影响力还在 然后世界还常常的 来诱惑我们 然后让我们 体贴我们的肉体 以我们的肉体的需要为中心 来追逐肉体情欲的满足 落在各样的 这样的罪的里面 我们不对付这个罪 这个罪就能够吞没百姓 我们看这个罗马书一章 对吧 如果我们不把神当神 我们不对付这个肉体的情欲 我们个人就要按照情欲去行 甚至男和男行羞辱的事 男女都不顺着他 该有的这样的一个秩序 所以在那个情形下 你就看到神就任凭任凭任凭百姓 让他们落在这样的情欲的罪的里面 然后罗马书一章 最后那里 他们不禁自己去行 那么还要让别人去行 他们明知自己行这样的事 行着肉体的情欲的罪 那么结局是死的 他们不单自己去行 还要别人去行 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不停地来招呼我们 为肉体来考虑 虽然我们的肉体已经死了 但是呢还让我们去体贴 然后呢落在这个蒙蔽的里面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对付 我们不圣洁 我们就不能被神使用 约瑟雅记得24章有一段话 约瑟雅他活着的时候 百姓都敬畏神 他活着的时候百姓都得胜 那么约瑟雅不想 以后的百姓会离开神 会软弱 所以呢他临终之前 他召集以色列的百姓呢 跟他讲 他说 你们今天 你们要做一个选择 你们是侍奉你们的祖先 在大河那边的神呢 还是侍奉你们在埃及 所带来的神呢 还是在这地 仰蒙利人的神呢 然后约瑟雅说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大家知道百姓怎么回答吗 百姓选择什么吗 百姓选择说 我们也侍奉耶和华 对吧 他们也说 我们也一样来敬畏和侍奉神 那约瑟雅怎么回答的呢 约瑟雅说 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是圣洁的神 是祭邪的神 对吧 如果我们不行割离 不对付我们肉体的情欲 不把埃及的这样的一个羞辱滚下去 我们不能侍奉 这也是第五章 他们为什么守逾越节呢 他们要靠宝血的捷径 那么约瑟雅为什么看到神的使者 神的使者说 要把你的鞋脱下来呢 你又不脱下鞋 你沾染了世界 神他自己是圣洁的 神所占的地是圣的 所以人非圣洁 你不能够亲近神 所以当我们常常说 主啊我要侍奉你 我也要为你去 我们感谢主 这非常非常的好 神不是让我们有能力的去 不是让我们怎么怎么样装备才去 神要的是我们圣洁 能够被他使用 所以呢有宝贝在瓦器里 在大户人家有不同的器皿 有精气银器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 但是呢神让我们都成为圣洁 圣洁才能够被主来使用 所以在吉甲的歌里 这把刀就提醒我们 我们服侍主的 跟随主的 要稳行在高处的 我们必须要断开这样的肉体的情欲 不再落在情欲的网络里面 我们要有这个自由和释放 那另外一处经文又告诉我们 这个吉甲的刀有另外一个含义 这个埃及的耻辱 那么他就讲到呢 我们心里面的东西 这个生命纪十章十六节 生命纪十章十六节 是摩西临终前 对百姓再一次重申律法 他所说的话 他说你们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 不可再映着静想 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 这个汉语翻译得非常的委婉 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 那英文翻译就是 你们要在你们心中行歌里 在你们心中行歌里 把心里的那个污秽要除掉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外表我们圣洁了 我们也持守神的话语了 我们也分别了 但是知道吗 弟兄姐妹 我们的心里的误会可能还在 我们心里的误会还在 这个埃及的耻辱就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埃及的耻辱是什么呢 它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坚固的营 坚固的营垒 百姓你看 他们虽然过了红海 法老和他的军兵已经怎么样的 被海水所淹没了 那么我们得救我们就出了埃及 我们就完全自由了 但是你说埃及的影响不在吗 埃及的影响一直在于我们的里面 我们前面我们提到了 对吧 那个好的事情 我们常常记不住 不好的我们常常忘不了 就是在我们心里面 成为一个苦毒 成为一个坚固的营垒 这个坚固的营垒怎么样呢 它是个营垒 不是说你一读经 别人给你一些劝勉你就变了 必须你自己知道 我这里面有这个 从埃及来的这些东西 这些受伤的问题 这些别人都对不起我的问题 我不能原谅别人的情形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些隐藏的 埃及的这样的一些 生活的这些影响 在我们的里面 成为我们的思维 我们形式的一个办法 平时我把它掩盖 别人不知道 但是时不时它就出来影响我 所以呢 在我们的里面 有这样的污秽 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隔离 那么攻破我们里面 坚固的营垒 当我们有 自己看到我里面有苦毒 我里面有埃及的东西 我们又完全地放下 老一代人说 你信的主要有往事的了结 但是我们常常还没有了结 没有了结呢 外表看挺好 但时不时这个东西就把你带回去 所以这个隔离 要把里面的污秽 刚才提到了吧 对吧 我们这个隔离不仅仅是外面的隔离 乃是我们里面的隔离 摩西他自己 他教导以色列的百姓 来有隔离的这位摩西 他都说呢 要讲你们心里的污秽 用隔离来除去 那这只有在新约时代才能成就 所以呢 要有心里的隔离 让那个坚固的盈磊 在神前的大能 把他来除去 那另外的一个 埃及的这样的羞辱是什么呢 就是埃及所带给我们的失败 你看一看上一代人 他们出了埃及 但是呢 他们常常记着埃及的事 常常呢 记得他为奴的时候 那样的生活 所以一道情形 他就说 我不往前了 我宁愿回埃及做奴隶 我在埃及做奴隶 我还有个火锅 我还有什么韭菜大蒜 还有什么这些东西 对吧 他还常常来想这些埃及的事情 然后摩西在这个西乃山上 四十天来领受律法 山下的百姓他就惧怕了 他就说这个摩西 不知道哪里去了 那么我们要造一个 摩西的 给我们启示的神 怎么样呢 带我们往前走 他们的心愿是好的 摩西跟我们见证了神 我要造的一个偶像 是摩西告诉我们的神 结果他们造出来的是什么呢 是金牛犊 是埃及的神 对吧 你看这个埃及在他们里面 这种对他们为奴的 这样的挟制 这样的失败 一直就在他们的里面 所以呢 这一代人 你看他们已经离埃及 越来越远了 但是埃及的羞辱 一直在他们里面 成为我们的失败 真的我们很多的失败 就是埃及带给我们的 所以呢 我们要想得胜 不再回到以前 一定要把外面的里面的 所有的埃及的耻辱 都要除去 这就是极假的刀 我们的神知道 祂要带我们往前和得胜 但是如果不砍断 后面埃及对我们的 这样的残垒 我们不能够往前 我们还会像父辈一样 在那里来失去 来那个倒闭 所以弟兄姐妹 那今天这个极假的刀 对你我来说是什么呢 我们该怎样 有这样的一个割礼呢 所以圣经里面 我刚才读这些经文呢 也让我们看到了 这把刀就是神的话语 少年人靠什么 来竭净我们的行为呢 乃是靠神给我们的律法 神的话语 然后乃是靠圣灵 我们行的割礼 不是人所行的外面的割礼 乃是圣灵 在我们心里面 给我们所行的割礼 乃是这个保血的工作 弟兄胜过它 是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常常知道 我们比起我们往前 有重要的事 就是我们有没有 把埃及的耻辱 一直都把它除去 那这些耻辱 我们在世界上面 我们行走 我们的脚常常 还沾眼世界 我们还会有肮脏误会 就要常常地来洁净 所以让我们想稳行高处 就读经祷告 参加聚会生活 我们常常祷告 主动地 这把极甲的刀 在我身上做这样的工作 让圣灵来赐一下我 用话语来扎我的心 然后我经历神 我领受饼杯 我要保血来遮盖 来洁净我 借着所有的这些 要常常保持我们的圣洁 那个要头油润 衣衫要洁白 所以这是极甲的刀 那宾路易师母 对这些有非常好的一些分享 特别地能够帮助到 我们的弟兄姐妹 好 宾路易师母 他这样讲 他说必须让十字架杀死的力量 实际地执行在你的身上 他说十字架杀死的力量 实际地执行在你的身上 当你平静接受自己 已经在约旦河水里 被埋葬的地位后 你就当预备接受圣灵 实际用刀的工作 在你生活中 任何有肉体掌权的地方 都要让圣灵用刀来对付 我觉得这些老练的神的仆人 讲得太深刻了 发现自己 任何身上有肉体掌权的地方 就要有实际用刀 执行的割离的工作 所以盼望我们 真的要纪念这把吉甲的刀 我前面有耶利哥 我前面有应许之地 但是我要常常接受 这个刀执行十字架 在我身上分开的工作 除去肉体 对我们的这样的瑕疵 那么宾路易师母 还有几句话 他说你平信 相对死是一回事 而让神把这个地位 做成实际 又是另一回事 你征战往前去的时候 要把这件事 放在你的眼前 不是昨天 乃是今天 让神的刀 一直在那里工作 把仇敌 一切可以攻击你的 这样的媒介 全都把它除掉 当我们真的纪念 这个事情的时候 神会亲自带我们 有实际的经历 所以像 这个何生文师母 何生文教师 还有尼托生弟兄 他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尼托生弟兄 他把一个属灵的前辈 写了一首诗歌 那么他在三节之后 他又填了四节 一共那一首诗歌 有七节 那首诗歌的名字叫 你怎可以没有伤痕 你怎可以没有伤痕 那这首诗歌呢 最后他就说 能否有人跟随羔羊 而他却没有伤痕的呢 不可能 对吧 我们跟随主的人 真的是看到 自己里面满了败坏 埃及的耻辱 一直想在我们心里面 一直想借着世界 再把我们来拉回去 所以我们跟随主的人 我要减少 主要加征 这个几他不愿意自己减少的 除非你用刀来割它 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 这就是圣灵 这就是话语 这就是宝血 这样的一个功用 那么就是盼望我们知道 我们是需要这把刀的 好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是感谢主 刚才我分享了 过约旦河 是我们都有过的一些经历 我们都曾经 自己也经历了我们的神 是活神 然后我们也巴不得 我们前面的耶利哥要倒塌 但是在这个中间 这两件事情 盼望大家永远地记住 要有越旦河的石头 作为你 对你的神的一个永远的纪念 靠着他有平安 靠着他能够得胜 靠着他不被惧怕抓住 然后呢 要有这个挤甲的刀 在我们身上不停地工作 每天的工作 实际地执行 这样的滚去埃及的羞辱的工作 阿们 那么盼望我们常常 有这两件事情 我们的生命 就得到一个稳行 在高处的一个奥秘 我们就都能让我来减少 让主来加征 好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盼望我们一起 常常鼓励我们 常常提醒你的石头在哪里 有没有带着刀来 对吧 我们常常的来提醒 那不仅仅是提醒 让别人有这样的工作 更是提醒自己 把这些做在自己的身上 那求主怜悯我们 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的教会 我们一同来起立 我们唱一首诗歌 434首 信靠耶稣和其甘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